你好,下午的2点30分 今天在台北原商花博这边有一个一连一度的Cosplay的动漫展 你看看这边现场来了一大堆年轻的学生 扮演Cosplay的角色 在那边做一些展示一大堆的爱好摄影人士 在那边做个现场的摄影的动作 来,我们来往前面看一看 这些Cosplay,这边有很多的Cosplay的表演 看看这边 现在一连比一连都要进步了 大家在那边一个一个化砖箱 然后在那边打扮 打扮了漫画里面的 里面的动物的表演 在那边让人家摄影 在原商花博正院馆,不知道明天还有没有 今天一天 也许明天还有一天 也许Cosplay等会还有一天 因为记者还没有看到那个记者的证件在哪里 那去拿个记者的证件 来这边 你看没有现场一大堆的人都在这边做一些Cosplay的 Cosplay的一个展演的活动 你看这边有一大堆的爱好的摄影 你看没有,他们都穿着非常热裤迷离裙 你看这个非常非常的奇装衣服 令人家都会耳目相抗 所以说各位,台湾的文化是多元性的 引进日本的文化到目前为止 各位有没有看到 这非常非常多的年轻貌美的学生 打扮成Cosplay的人 Cosplay的人在那边仿制卡通 仿制Cosplay的卡通 在那边做一些动作 现场非常的严热 那么我目前为止就说 这边有两个,两个 这个拿个铁锤 还拿个铁锤 好,我们目前就是录音到这个时候 好